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台中市一位管先生,感念过世的母亲 热心帮助地方的精神 特别趁着市府消防局在太平 举办了表扬年度机油一销 及救护志工的机会 捐赠了一台消防警备车 给消防第三大队 希望借由这些新的设备车辆 让消防弟兄工作受到更完整的保障 台中市消防局人员 接过车子的钥匙 现场响起掌声 因为这一位管先生 感念过世的母亲热心地方公益的精神 因此特别专了一台 价值一百多万元的消防警备车 给消防局第三大队 双用来协助救灾 觉得妈妈养我们也那么很辛苦 她过世以后我能做的 就只能做一些有会社会的事情 然后帮助人家 这样子 爱心可以抛装引力 给我们所有的 对我们的不管是我们一销的业务 警销业务 还是对我们所有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有个别的一个 特别的关注的人 可以继续投入我们这个 我们设备上的一个 增进上的设备的增进 感谢管先生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态度 市府消防局更回赠了感谢状 同时消防局也表扬了 基优的救灾异消及救护志工 各分队受奖代表 宜徐上台来接受众人肯定跟祝福 而由于他们的付出 也让民众的生活更加的有保障 异乡每年出勤都会有一个统计 然后包括说他们的定时训练 有很多的很多种的这种活动 那这当中我们去做一个统计 包括出勤的次数 那有钱会取前三名 那包括说像我们的一些 参加一些训练 或一些那个救灾 有功的人员 那我们在年中的时候呢 就会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那给这些弟兄们当做一个纪念 这样也是来跟他们鼓励 市府消防局也规划了联营餐会 来慰绕大家的辛劳 也继续这些益销及救护之功 在之后能够持续的精进救灾技能 共同保护市民的居家生命财产安全 接着来秋风 台中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